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人叫好好先生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人的呢 再说说他的来历 这个好好先生的老祖宗啊 叫司马辉 人称水静先生 我一说水静先生 很多朋友想起来了 说三国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位 他曾跟刘备说呀 扶龙奉厨得伊尔安天下 扶龙是诸葛亮 奉厨是庞统庞世元 说这二位啊 你们得了一个 天下就是你的了 刘备正是在他的引荐之下 才有三国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 未处茅庐就之三分天下 才有后来啊 未处三分 说这水静先生司马辉 就是个好好先生 咱这段故事呢 是刘备啊 投靠自己的堂兄 荆州刘表 后来到司马辉家里头呢 司马辉跟他讲 说扶龙奉厨得伊尔安天下 说这司马辉呢 确实看人看得很准 而且他是东汉末年 非常有名的隐士 那有人说他能力这么大 他怎么不出山呢 司马辉不愿意 掺和陈世间这些事 就最心于山水田园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你这隐士也待不消停 所以为了少惹适配 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 这司马辉轻易不得罪人 所以就是什么事 他都不发表意见 什么事都一团和气 都好都好怎么都行 所以人家给他送个外号 就好好先生司马辉 那么我们今天呢 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 可是各位 这样的人不见得是 为人懦弱不敢说什么 往往呢 他对周围事看得挺透 他秉承的是什么呢 看透不说透 还能做朋友 我心里有数就行了 我不明说不得分的人 明舍保身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所以往往这样的人 你别以为他糊涂 他心里明白这 什么时候他不说这好了 你真处犯他切身利益了 一下子枪着他废管了 蹭他就蹦起来 他马上就不说好了 所以好好先生 关键是你没处击到他利益 处于他利益 他马上蹦起来 所以这就我们经常 说提的那句话 说处击人利益 比处击人灵魂要难得多 就是指好好先生这路人